Hello 大家好 我们是一安音乐社 欢迎大家收听一安音乐社的自制广播剧 一安音乐社大冒险之 消失的黄金列车 继上一季一安中学大冒险之语无中学后 在这一季 我们又带来了全新的广播剧故事 想知道我和小伙伴们一起经历了怎样奇妙刺激的大冒险吗 4月9日起 每周一 12点 喜马拉雅FM 一起来收听一安少年的冒险故事吧 快跑 是火车 我没有朋友 从 从来都没有 其实我也不是很喜欢你 这个样子 黄金 好 好多黄金 陈宇文 你们快走 笨蛋 抓住地面啊 为了完成演出 我们一行人来到一座充满诅咒和遥远的小岛上 在这里 不只有农屋里的幽灵船 山顶上的野人坟 还有 装满了12列车厢珠宝而消失的 黄金列车 斩英文 别冲动 斩英文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你是 怀疑我们五个吗 迟一 第一天在宿舍里看到了幽灵火车 然后第二个目击的是 河洛洛 一次的偶然可以说是巧合 可这么多次怪异的事件连接起来 又都偏偏发生在我们身边 难道不该怀疑一下自己的伙伴吗 或许真的只是偶然 斯一航 你这次应该是猜错了吧 是吧 洛洛 对 现在最关键的是找到失踪的灵墨 哼 你们误会了吗 我可没说怀疑五个这种人 啊 因为从头到尾 我只怀疑一个人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李莫 还是说 你想继续这个游戏 这 不是吧 被发现了呢 怎么 看到酒杯的好友出现 不应该摆出这种受惊吓的表情吧 还是说 你们觉得我不是李莫了呢 所有人都带着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 计划中原本普通的一场合宿 大家都没有想过最终会演变成了现在的状况 至于为什么这件事情要从三天前开始说起 好无聊 好无聊 要无聊死了 你要是真那么闲 就过来帮我整理乐器啊 放寒假了 放寒假了 嗨 志愿 学长 放假了 你打算干嘛呢 接下来的计划 安排 哇 想想就好兴奋啊 好 啊 惨了 大家 我一来就发生了什么 乐器全都掉下来了 方向瑞 都怪你 啊 你要是能帮我搭把手 就 现在说这个也没用了啊 看看摔坏没 唉 要是林默还在这就好了 怎么了 林默不在学校 对了 我今天也没看到林默学长 林默既然旷课 怎么能这样 带上我啊 你胡说些什么呢 咱们音乐社的乐器很多已经不能用了 虽然放假了 但是明年开学的音信晚会上 我们还得准备节目 林默呢 想办法直接乐器啊 怪不得我一来就看见你 绝着屁股在储物室里 哎呦 干嘛打我 社长 这些和这些都不能用了 这个虽然能用 但是我们这儿没有会吹笛子的人吧 洛洛 明年的晚会 你确定我们要拿出节目吗 就 就靠这些 所以林默才会借乐器啊 就不能网上自己买嘛 来 我看看啊 我手机看了多少钱 哇 这么多里面 个十百千 大家动起来收拾一下吧 把没用的先丢掉 不行 啊 抱歉 总之这里交给我收拾就好了 这个风琴应该很早就不能用了吧 琴剑都磨花了 不过看得出他原来的主人很喜欢用它呢 是啊 音乐社成立的时候他们就在这儿了 这些乐器呢也算是我们的前辈了 抱歉 我不知道 让前辈们躺在地上可不行 展一文 我们一起把前辈们扶起来 你这么说 我怎么感觉好像在新郎院做好人好事呢 诶 我也来帮忙 谢谢啊 什么 这个价格我可以买全套皮肤了 现在的卖家信越来越黑了 简直不尊重人民币 诶 你们在干嘛呢 你的注意力有时候 连我都惊叹啊 李莫来电话了 我接一下 喂 李莫 真的吗 那太好了 你说 这个 好 我明白了 他们都在呢 我会转达给他们的 辛苦了 李莫说什么 一个好消息和一个不算好 也不算坏的消息 你的谴词造句又再一次断断了我的理解力 这样 你先说好消息吧 乐器有着落了吗 我是再也不想和黑心店家打交道了 对 李莫说他借到乐器了 耶 万岁 那什么叫不算好也不算坏的消息 但是我们使用有一点小小的麻烦 不可以外借给我们 我们只能去那儿训练 那就去啊 那儿训练 那儿有点远 所以各位 林莫说呢 音乐社要不要举行一次合宿啊 是江是江是江 据说这条江最终归贵如大海了 林莫就在这个江中心的岛上吗 大概吧 我们坐高铁应该很快就到了 大家东西都带齐了吧 起出用品什么的 要是忘记了 可以打电话给林莫 让他准备一下就好了 乐乐 是第一次组织社团合宿吗 是什么 看你满脸紧张 广轻松一些 大家是去练习又不是玩 不会有什么事 怎么 难道我是想家了 放心 有我呢 把手拿开 就是有你才不放心 谢了孙一航 这次的旅行 但愿吧 就在这里下车吗 没错吧 这里怎么这么冷啊 风海这波当 还下着雨 这家伙怎么玩啊 这家伙 还真的是打算玩啊 驾驶 大家有没有想我啊 哎呀 洛洛 别把你这个苦脸了 即使生活再痛苦 要微笑 至少死得好看见 宅一文 你又背了这么多东西过来呀 搬家呀 车叶 你怎么又黑了 哎 方小瑞 你刚刚一定在想没得玩了吧 哈哈哈哈 我 孙一航 你走里面飘的吗 都没有声音呢 你还是一如既往地 会说话 走吧走吧 巴士来了 我们上车说 咳 这一次呢 非常感谢大家参加到病人的邀请中来 我是今天的导游林默 废话不多说 请大家看一向窗外 首先隆重介绍一下这个长满杂草 却连接着各个地方的主干道 凹凸不平 还个角是它的修剪特色 然后大家把目光放向远处 即便这个季节毛都没有得到天 如果你运气好的话 还能够欣赏到中华田园犬登跑的音子 林默 这里还通地铁吗 我好像看到铁轨了 我看看哪里 你发现了呀 那么我就隆重地介绍一下 这个岛上最高人气的景点 没有人知道它做什么用的 迷之轨道 说不定还能通往地狱哟 不就是荒废的铁轨吗 这就是全部哦 你还想要什么 能让我上热搜的自拍景点 你想多了 林默 给大家讲讲这里的情况吧 电话里也解释不清楚 OK 事情是这样的 虽然这里是乡下 但是我一个远方的表哥 在这里有一家录音工作室 主要负责录音制作什么的 这一次呢 他们接了一场国外的工作 全体出国了 房子就空了下来 除了那些收音的设备 他们带走了之外 乐器什么的应有尽有 温柔磨硬泡才带下来的 前提就是我们不能将乐器带出去 那里除了是他们的工作室 也是他们临时的起居点 所以 住宿不成问题 隔音效果也好 这几天我们可以放心练习 有舞蹈事吗 很可惜 没有 到了 我们下车吧 就是这里 还行吧 两层的小洋房 简直不要太好 可惜没有院子 而且周围好像也没有什么人家 我们头顶上是电线吗 为什么是两条并排的 那个是很久很久以前村子里电车用的 之前岛上交通主要就是靠这种通电的巴士 不过现在都换成了烧油的汽车了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呢 好了 一楼是工作室 二楼就是临时的起居室 不过我已经把一楼的客厅变成了起居室了 不太方便的是 这里很偏僻 最近的便利店也要步行三十分钟 而且夜晚没有路灯 所以这里外卖什么的 大家可以不用想了 想买什么的话 趁着天亮赶紧去买 要是等到天黑 什么黄大仙呀蛇呀 乡下还是挺多的 你再和我开玩笑的吧 走吧走吧 快进去了 外面冷死了 不错不错 卫生间够用 楼上是卧室 可以住三个人 楼下的沙发可以变成床 另外我还架了一张大人床 食物都准备好了 还这么多 真的可以一周不用出门了 最近刮风嘛 这里买东西特别不方便 就多准备了一些 很温馨 谢谢啦 谢谢你阿里木 虽然你没有说 我知道你准备这些一定很辛苦吧 谢谢 你们来这一出 我倒不好意思了 哦对了 特别声明一下 冬天的晚上 不要去接近那条荒废的铁轨 为什么 你们没有听说过吗 乡下总会流出一些稀奇古怪的谣传 特别是这个岛 听我哥说 这里一到晚上 铁轨就会听到很多黄大仙的声音 但奇怪的是 到了第二天白天 那些黄大仙一个个都惨死在铁轨旁 舌头连着肠子内脏在铁轨上拖了一地 大家听完我说的话 迟疑脸色发白 抓着展运文 孙银行和和洛洛脸上带着凝重 就连一只粗神经的方诚瑞表情有些僵硬 过了一会儿 大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回避这个话题 一笑而过 开始摆放行李 准备晚餐 气氛又慢慢地恢复到了往常热闹的景象 最终大家靠着猜拳分配了起居 迟疑方诚瑞贾英文睡在二楼 剩下的我们睡在一楼 大家洗漱完毕后 约好明天早上练习新的曲子 互相道了晚安 回到各自卧室 然后 厕所 我自己去吧 窗户外面 黑漆漆的 明天还会下雨吗 刚刚闪电 吓死我了 还是 还是回去找你睡吧 什么声音 那里 那个方向是 那个是火车 怎么可能 不好 不好 是要我们这里撞过来了 赵晓瑞 战义文 有火车 有火车 要撞到我们了 快 你快起来 起来 啊 迟疑 你别吵 睡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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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吗 房子也没事 窗外 什么 什么都没有 难道我是 做梦吗 未完 待续